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边咱看过了用PRP操作买3个数据库 对不对 咱们在做数据列表的时候 通常需要加一个分页 对不对 这几个咱们就介绍一下分页的算法 只是给大家讲一下分页的算法 形成一个 算法最主要讲的是用什么 是用分页类比较好 对吧 传统也有过程的方式 这种最好把它看成一个对象来看 因为咱们比如说在一个项目里边 分组有列表 用户有列表 对吧 也得用分页 文章也得有分页 相册是不是也得有分页 对吧 到处都分页 这样的东西 咱们最后把它看成一个对象 用对象来帮我们忙 对不对 咱们为什么说课上 咱们只是讲一下算法呢 因为其实PPP有一个完美的分页类 对不对 你可以拿回去直接使用 大家后边可以介绍 对不对 但是咱们毕竟是讲课 所以需要大家了解一下分页的算法 对吧 用到数据库的知识和PPP知识 其实PPP连接数据库的知识并不多 对吧 只是在玩做不算和速度 既然咱们想看一下分页信息 那咱就得了解一下分页是什么样的 对吧 做成什么样的 那咱们随便找一个网站 咱们又是3w.比如说 看那个吧 EBS的LAMP BROTHER的LINE 能录一下 好 登录一下 然后咱们找一下 什么 这么多i头 找一下 信说PPP专区 或者什么专区 对不对 你看 上面有没有分页 有 下一页 前面有上一页 下一页 对不对 他有转到第几页 比如转到第五页 确认 是不是直接转到第五页 那假如说一共60页 如果1000页 他会到最后一页 对不对 这都是细节的考试 对不对 那我们写任何程序 咱们都分三面走 第一面写主体功能 让大家了解 第二面加功能 第三面优化 所有系统做到位 对不对 那咱们写这个例子 核心以什么为主 以算法为主 对不对 让大家明白 分页的原理 对不对 想用一个分页的 那很容易了 几条代表就可以 那有上页下页 中间有列表 是不是这样的回事 那好多分页 咱们通常在显示的时候 都有这些信息 那叫 有个 Test 都会有什么信息呢 那就是总共有多少条记录 比如说共有一千条记录 是不是有这样的信息 共有多少条记录 然后本页显示 比如说十条记录 对吧 本页显示十条记录 然后从三十条到比如说四十条 就是本页显示十条是从三十条到四十条 对不对 我把所有的信息都显示出来 咱们都把它写出来 什么就把它都实现了 是不是一个分页里就实现了 然后是第100页中的第三页 可以这样写吧 然后这块再可以是什么 首页 上一页 这是都是可以连接可以点的 对不对 然后中间是列表 比如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 再什么 再是 下一页 然后是 末页 对吧 然后这块有一个什么 确定就是跳转 对不对 那个是一个GS 大家有可能不懂GS 所以那个我就先不写了 就跳转 输入地节 直接跳到多少页 原理都是一样 只不过输入一个数 就能转天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要显示的最终的分页的信息 对吧 咱只要把它 它编出来就可以了 真的吗 那想用这个完成这个分页的信息 咱们把它写到一个类里边去 对不对 假如说我把分页的信息写到 看一张写到一个类里边什么类里边 叫做page.class.plp这个文件里边里边有一个类叫做classpage 写这个类里边的类里边有个分页的方法 然后里边有个分页的方法 连接的信息对不对 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在这块在应用的时候 知道是不是得包含 英克罗的包含page.class.plp 然后我们在这话创建一个分页的对象没有配置 是不是 然后调配置里边的f page 我们就可以有分页数据了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行 你再开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固着 然后class.test.plp 好 你看公民条就是下一页 是不是这就出来了 对吧 当然这也出来了 你这么静态的写 谁都会写 对不对 咱们最主要是把它都变成什么 变成动态的 对不对 咱们要想算分页的话 就是跟表没关系都可以 对吧 只要知道总数 我们就能把它 最少我们需要做一个分页 你知道几个信息 对 你看 只要知道这么几个信息就行 第一个就必须得知道什么 总数 第二个 怎么 每页显示 多少条 知道这两条信息 我们其他都可以算得出来的 对吧 那这两条信息必须得在谁来提供 用分页的人提供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做成什么 两个厂 两个私有变量 总数 对不对 每页显示几条 也就是每一 也就是显示条数 NUMS数量可以吧 既然用作提供 我能不能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我们就放在这写出来呢 可以吧 可以 那我们这话就怎么办 对吧 对吧 这话就是 Public Public Faction 杠杠 DES TRE CON STRE 构造方法 算一个 TOTL 总数 必须传的 每页显示多少数 也必须传的 对吧 其他参数再说 有这两个参数就够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这里边 传起来的 和这两个值给全体给的负账值 对不对 等于NUMS 这块是 总记录数 对吧 然后这块是什么 每页显示的 小数 是这样吗 两个变量 然后这块是什么 分 叶 类 这个只够的方法 就不用做了 对吧 设置两个值 然后这块是什么 调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获取分叶 是不是这样的 那现在我们总数创建了 假如说我们从数据部里边 获取的是一天条数据 对不对 对 我们在这的话创建对象的时候 totl总数 是否这会就可以传一千 每页显示10个 对不对 我们这块就可以干嘛 这块 是不是我们在这块输出的 就变成两个动态的了 共多少条 几乎我能够换成 到了这次里边的totl 可以吧 本页显示多少条记录 咱暂时写先什么 显示哪个 AUMS 可以这样的吗 其他的是不是还算不出来 对吧 那我们来刷新一下 你看 NUMS 这块比方什么 Bowr of this 这边 NUMS 对吧 看一下 是不是 咱们换一下数据 你看 假如说我这块是 888条 对不对 这块显示8条 是不是这俩就跟着变了 对吧 这是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的算法 对 对 那下一步我们得算出什么来 分页必须得算出来什么 算出来什么 对 是不是得算出来一共分多少页 这也是一个算法 所以既然这是一个算法 咱们能在这里边 用一个私有方法来 给我们过去 对不对 faction 也就是 页数 对不对 faction pages 这块什么 获取 页数 那这个获取页数 看一下 获取页数 是不是在很多就是用了 所以我们得做一个成员属性 pgs 页数 对不对 也就是 总页数 是这样的吧 那这个我们调用这个私有方法来完成 pages 等于 这个方法能不能 叫get pages 获取页数 可以吧 这样的话 调用自己里面的 get pages 页数 是不是我们就能获取页数 过去的一个总页数了 对吧 那这里边怎么过去到 想象一下 怎么过去到的 总记录数 从一除以每页显示的条数 对吧 是不是就是总页数 那有个人说 那有个人说 这个 pgs 等于谁啊 就是 刀 这次里边的 totl 除以 谁 pages 这可以吗 除以这个 刀 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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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假如说 总记录数 是 33条 对吧 每页显示 4条 能除开吗 不能 不能 除开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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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除不开是不是有小数 有小数的话 我们在记录数 显示小数 是不不好了 所以说 这块除 咱们要做几种方案 什么方案呢 咱们想一下 是四舍五幕呢 还是割舍法呢 还是禁一取证法呢 记住 比如说 八个人一间宿舍 对吧 如果九个人 你得提供几件呢 两件 就得提供两件 对不对 所以咱们意思是什么 多出一条了 也是一页 对不对 所以这要用禁一取证法 什么叫禁一取证法 就是比如说三点零零几 也得按三来算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 也得按四来算 只要三点几 都得按四来算 就是这意思 对吧 多出一页来吧 所以这话我们就 CIL 这个还是就是 禁一取证 看到了吗 禁一取证 这就是总页数 这话是 共多少个记录 本一想到多少条 对不对 然后呢 总页数是不是 这个是总页数 我们这话 是不是 这一次里边的谁 Pages 是不是有了 你看 一共是总页是多少页 刷新一下 没过去到吗 GetPages 总数出于NUMS 这话没返回呢 对不对 把它得给谁 得给这一次里边的 Pages 对吧 我们这边再看一下 光给他也不行 这话给他调一下 他们已经在上面调用了 我直接 返回最后 这话调用 是不是直接给他了 给他 所以我们这会儿 就看一下 111 888上记录 每页小时8点 是不是110亿 对不对 现在假如说你把总数 忘了 假如说咱们 8个人 8个人一个宿 用极端的数据是对不对 8个人一个宿舍 是每条 就想是8个 对不对 一共总数有9个人 剩下的两件宿舍 是不是这样 你看 是不是两件 当然其他数据是固定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一点的写训 咱们分一样 是不是就可以出来 好 因为时间关系 这就个先到这 下个课咱们继续 好吧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 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